電子遊戲問世以來 遊戲的主流平台也經歷了多次的改朝換代 從紅白機到 Mega Drive 從超級任天堂到 PlayStation 每個世代主機平台的更典與進步 都讓玩家的遊戲體驗更上一層樓 但隨著現在頂級硬體所呈現出來的遊戲效能 幾乎已經到了肉眼難辨的地步 以往不斷的遊戲體驗更上一層樓 但競逐硬體效能的時代似乎已告一階段 隨著現在雲端網路科技的進步 不少廠商都已經看見了雲端預算 和線上串流的可能性 在這即將到來的新時代中 你知道各家遊戲大廠 是如何應對這波新趨勢的嗎 今天的特別企劃 就要帶大家一起來看看這場暗潮汹湧 即將開打的線上串流大戰 其實雲端遊戲的歷史比一般玩家想像的還要更久 早在2009 年就已經出現過 像是OnLife 該開等以遊戲串流服務為主的公司 就連Square NX 都在 2014 年成立了神羅科技 這個名稱取自 FF7 的公司 來推行旗下的 Dive in 雲端串流 雖然礙於成本和網路環境的不成熟 而未能成功商業化 但關於雲端遊戲的前景 已經給業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OnLife 和該開這兩間公司 後來也被Sony 收購 並為後來的 PlayStation Now 服務做出了不少貢獻 雖然這項服務並沒有在台灣推出 但只要每月花 19.99 美金訂閱 就可以在包括 PS PC 和 Bravia 電視在內的各項硬體上 使用雲端服務 遊玩數百款遊戲 而且目前 Sony 還計畫將該服務 推廣到更多的裝置上 像是最近 PS4 主機就推出 6.50 版系統更新 讓玩家可以透過 iOS 裝置來遙控遊玩 不曉得玩家們 你們有沒有試過呢 說到雲端服務 同為業界龍頭的微軟 當然也不會缺席 早在去年的 E3 微軟就已經宣布與 Aether 團隊合作 推出一種名叫 Project X Cloud 的線上串流服務 這個服務使用了分散在全球 54 個據點的刀鋒處理器 來進行計算 能夠為全球 140 個國家提供流暢的低延遲遊戲體驗 就在這個月初 微軟也更進一步的展示了使用這項服務 遊玩極限競速 4 地平線的實機影片 雖然要等到 2020 才會展開初步測試 但微軟明顯的也已經準備好要面對這場硬仗了 既然是遊戲串流服務 在 PC 平台上佔據了大壁江山的 Steam 當然也看見了它的無限可能性 其實幾年前他們就推出過家中串流的服務 只要有一台電腦下載過遊戲 在家中的其他電腦就可以不用下載直接遊玩 而就在最近 Steam 宣布更進階的 Steam Link Anywhere 也開始展開測試 它可以讓玩家以聯網的方式 藉由 Steam Link 的硬體或是 Steam Link App 隨時隨地遊玩 Steam 的遊戲 雖然目前只支援 PC 和 Android 相關的設備 也只支援 Wi-Fi 方式的連線 但相信大家還是相當期待它未來的發展吧 除了傳統遊戲廠商之外 科技業龍頭的 Google 也沒有在這場戰役裡缺席 而且不明則已一出手就讓所有人眼睛亮 Google 在今年遊戲開發者大會上 發布了 Stadia 這個令人驚艷的串流遊戲服務 不需要依賴特定的硬體 只要你有專屬的遊戲控制器和穩定的網路連線 就能夠在 PC 行動裝置 甚至是 Chromecast 的串流視訊盒上 遊玩 4K 60fps HDR 的高畫質遊戲 由於採用了 Google 領先全球的龐大雲端串流資源 透過與資料中心的伺服器連線 無需安裝更新和下載 任何時候都能夠即時遊玩 而且還能夠即時偵測目前使用的裝置來調整效能 以及直接用 4K 畫質幫你同步開啟直播等誇張的功能 Google 甚至還宣稱未來將會進步成 8K 120fps 而在遊戲陣容方面 除了成立自家的遊戲團隊打造專屬於 Stadia 的作品之外 目前包括 Ubisoft 等大廠也都已經加入了這個服務的行列 全球科技業龍頭的參戰可以說是給傳統遊戲大廠們 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呢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廠商之外 包括大家熟悉的顯卡大廠 NVIDIA 的 GeForce Now 美國電信龍頭 Verizon 的 Verizon Gaming 以及擁有現在線上串流平台最大試戰率的亞馬遜 和 Apple 等大廠 其實也都投入到這場大戰中 希望可以在這片未來的兵家必爭之地中 佔得先機 雖然目前在包括網路穩定度等各項技術上 仍有不少強化改善的空間 也沒有任何廠商能夠保證他們的雲端串流服務 一定能夠順暢地運作 但遊戲雲端串流這樣的科技應用 早在十幾二十年前也都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因此看準它未來的發展性 依然吸引了無數大公司競商投入 究竟未來傳統主機會受到怎麼樣的影響 而線上串流又是否能夠帶動真正的板塊轉移 將遊戲市場的重心從此轉移到雲端呢 這一切的答案 就只有未來線上串流大戰白熱化之後才會知道囉 待會兒 今天在影片等後 我都給大家看